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泰国曼谷的喇曼机场 马上要准备飞印度尼西亚了 因为泰国的签证是一个月 然后明天就到期 所以我就订了今天的机票 去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巴厘岛的话它是一个度假胜地 很多朋友想去的话 你不用先飞什么雅加达就对的 很多国家它都有直飞巴厘岛的航班 而且也比较划算 然后从巴厘岛的话你去看火山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挺方便的 然后那边的海也很漂亮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入境印度尼西亚的事情 它这个印度尼西亚对我们的话是落地签 但是落地签的话要排队这些 有时候如果人特别多的话 你时间上就会有点耽误 所以我的话是办啥 我是办电子签 办电子签的话大概人民币是208左右 然后你可以找反正正规的给你办一个落地签 然后你把它打印出来 扫一个码是它的海关申报 就是你没有什么危险物品什么的 然后把你的航班号信息录进去 然后它就给你生成一个二维码 然后你过海关的时候你就拿着你的电子签 还有你的二维码给它扫下 然后就可以顺地丝滑入境了 就是酒店什么的反正也准备着 还有这个什么反程离开印度尼西亚的机票啊 也把它打印出来 像我的话是订了从巴黎到飞新加坡的 所以我提前打印好了 最重要的啊 签证 还有海关入境二维码 还有酒店 离开的机票啊 拿了这几个东西就行了 钱的话 等着我去到看啊 它银行啊那些方不方便 然后它的兑换 有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 飞了四个多小时啊 现在走到这入境印度尼西亚的巴黎岛了 然后今天人不是特别多 然后现在准备办理入境手续了 现在已经入境巴黎岛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更丝滑 因为我办了那个签证啊 它有一个那种自动机器 然后就扫一下护照 直接就进来 然后这个护照上 张都不盖啊 然后我因为担心嘛 我就去问他们海关说 要不要戳一个张什么的 他说不用 直接走就行 好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啊 我的天啊 我发现我印序特别的差啊 我每次到很多国家的话 都会被海关随机抽查到我 差的老年了我的天 我的包全部翻了 里里外外全部翻完啊 我在印尼又遇到一次 所有资料检查的详细 连我走的机票去哪里行程 哪天住呢 就是全部都看完 连我的这个买机票的付款记录 他们都要看啊 他们就怀疑 是不是我去外面批的假机票啊 或者找人订的怎么样啊 都有一点无语了 还好我后面的行程 全部都安排好 他们要什么全部拿出来 然后最后他们还看了我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啊 然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关于到了这个巴厘岛这里取钱的事情 我刚才试的两张卡 银链卡取不了 插进去马上被弹出来了啊 有人告诉你说银链卡可以取 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取的 这一点是很不方便 然后我的威萨卡也没取出来 也是插了两次 没有取出来 然后卡好像又被锁了 还好我准备了一些美金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要来印尼的话 最好提前准备一个七八百一千美金左右啊 不然万一你的到时候取不了钱 就非常的麻烦了 然后在这边找人换的话 说实话也不好找啊 除非你找到在这边当地生活 在这边工作啊 或者开店的这个中国人 然后现在我准备去买一张电话卡 在印尼这边 大家记住啊 下载一个GRAP 然后的话就打个摩托车啊 是比较省钱的 因为我今天刚到 我就住在附近啊 订了一家附近的酒店 把这个摩托车过去 大概就是四千还是四万啊 这个印尼币 我刚到我对它这个货币有一点疯啊 都是几万 几十万几百万的 现在已经来到我订的这家酒店了 我就随便找了一家 反正就图便宜订的 九十块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 哇这里还挺不错 哈喽 感觉还可以啊 这么便宜 才九十块啊 然后还有泳泳池 这个钱财的印尼币也很漂亮 来看一下啊 九十块钱订的这个酒店 有一个小游泳池 看看这个居住房间怎么样 4%? 是床位的啊 我还以为是 专得我的房间 ok what's your name? 菲利西亚 OK thank you 安顿好以后啊 第一件事就是换一点钱 就用那个美金 换一点这个印尼币啊 大家记住一定要去那种正规一点的商店里面换 就是外面那种不不太正规的尽量别去啊 因为听说那个套路很多 会把你给绕晕了 因为你看他们这个钱 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啊 有的会把你稀里糊涂的就给你绕晕了啊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大家记住到印尼啊 一定要准备的东西 酒店行程机票啊 签证还有就是现金啊 然后卡的话几乎用不了啊 如果别人黑金球用得了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卡有问题 但是我的卡在别的地方都能用啊